因為這個民調其實坦白講啦 大家都內行了也不用再糊弄啦 這份民調也不是要打擊民進黨士氣 這份民調我要做一件事就是 挺侯友宜 因為他特別做很奇怪的題目 萊英的人比較支持侯友宜 還比較支持郭台銘 萊英的人比較喜歡侯郭佩還郭侯佩 結果結論就是萊英的人51挺侯 33挺郭 告訴老郭說 老郭啊雖然你民調跟侯友宜一樣都是29 可是萊英的人比較不喜歡你 比較支持侯友宜 比較支持侯郭佩 可是對於郭台銘來說他有一件事情 他如果 明明民調跟侯友宜差不多 甚至略贏一些 可是國民黨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理由 把郭台銘做掉的話 郭台銘最近放出一個民調 釋出伏筆 這個民調是郭辦 郭辦委託民調公司從3月到4月底 進行的民意調查的數字 這個數字他在講沙喀都的狀況之下 郭台銘跟侯友宜 郭台銘30.6 侯友宜30.2 我認為跟我們理解差不多 賴清德都贏 賴清德都贏 都贏7%左右 藍綠對決 賴清德也贏 但贏不多 只贏2% 這也都合理 可是郭辦委託民調公司做的民調 有一個東西讓我覺得很有趣 他這樣做了四咖都的民調 他做了四咖都民調 賴清德 侯友宜 郭台銘 柯文哲 他做了四咖都民調 賴清德33 侯友宜19 郭台銘17 柯文哲20.5 你說這個四咖都民調 叫做活生生的恐嚇民調 你如果敢把我做掉 我都跟你搞四咖都 我搞四咖都 你後來一剩19 我搞四咖都 我跟柯文哲一合作 17加20叫做37 37是可以跟賴清德打 所以這個民調 根本不是什麼內參民調 這叫恐嚇民調 赤裸裸的拿槍恐嚇國民黨 說你敢像業員之一一樣 搞我 說民調你先夠多才提名我 我就給你玩四咖都 在鴻門宴當中有一句話 叫相裝五件意在佩公 目前對於整個郭台銘來說的話 郭台銘最大的一個好處就是 第一個他財務自由 所以當民 財務自由 國民黨在做所謂的民調的時候 各位都知道做民調很花錢對不對 國民黨在做民調 我郭董也在做 所以你不能夠騙我 你不能夠騙我 那今天我們說 持續往前走的過程當中 我們先從聯合報 先開始來談 聯合報這次是打個 措手不及 5月1號勞動節 三天假期的最後一天 林安哥講說破案 破案破案破案 他你把整個報紙打開 突然間發現了 欸 侯友宜好棒棒 那如果郭台銘 你願意來當他的副手的話 你們兩個加起來叫強上加強 然後人家 郭台銘晚上就給你一個軟釘子了 我只選正的喔 我不選副的 這很簡單 然後再來呢 現在最有趣的一個狀況是 如果今天 郭台銘發現 哎呀你們因我啊 我明明民調沒有輸 可是呢你卻頂了所謂的一個侯友宜 那後面我很簡單 聯署書我剛跟各位說喔 財富自由最大的好處是 聯署書需要全體候選人1.5% 大家一起出來聯署 聯署要人 要事 要有辦法把這些文件全部都遞出來 你要搞這個事情很煩人 可是郭董做得到 輕鬆啦 郭董他做出來之後 後面要再來做整合的時候 各位他的位子又高了喔 那現在呢 我們就仔細一件一件來談喔 目前對於整個賴清德賴副來說的話 他現在就是先等 為什麼呢 反正裡面還在亂 所以各位可以仔細的發現喔 最近對於整個民進黨來說的話 國民黨這一戰 他們是不理他的 目前的整個侯友宜 困在所謂的新北市 所以呢 最急的是誰 郭台銘嘛 全台走透透一直丟議題 然後還要說 我是媽祖金的阿銘 不要再叫我郭董了 講這句話多拍胸脯啊 對不對 但現在呢 請各位去注意喔 柯文哲如果這個時候 他開始仰望的話 這個是很恐怖的喔 目前柯文哲據傳 就民調來說的話 他可能有 七席到八席的一個立委 到時候大家都不過半 聯合政府的時候 誰有柯文哲 誰就擁有未來 所以就現在來說的話 很簡單啊 我們去看那個戲卡都 戲卡都如果說好 到時候 不小心 柯文哲他變成第二大 國民黨真的被甩到後面去的時候 郭董跟柯文哲這個加起來 我認為這場戲 才在精彩當中 37%耶 對啊 這真是恐嚇民調啊 大家 看新聞要會看啊 郭伴沒事丟一個這個民調出來 他不是要操打自己跟猴友宜差不多 他要操打這個 叫做戲卡都的民調啊 這真的是厲害 剛剛月圓只講到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觀點喔 民調 郭台銘民調要贏 而且要贏 大幅領先猴友宜 國民黨才有可能提名他 但大幅多少不知道 可是我們現在給大家看一則 最新民調的新聞 紅海創辦人郭台銘現身六合夜市 合照來者不拒 積極和相親 搏感情 特別是美少女最愛 前高雄縣長楊秋心 藍營議員陳若翠黃紹婷 也來銅礦相挺 會被這麼問 是因為郭台銘臉書挑明了說 沒有侯郭佩可能性 目前只有全力爭取參選 總統的目標沒有其他考量 郭震營近期自辦民調 三阿卡都情況下 郭台銘支持度百分之三十點六 略輸賴清德三十七點一 而若是侯友宜對上賴清德 一樣差六點五 郭侯實力相當 黨內互比差距拉近到一點四 而根據網媒投票 二零二四總統支持度 統計到五月一號上午 郭台銘以百分之三十一 勝過侯賴科三個人 郭董事長是一個很優秀的人才 其實不管外面如何看待 我們兩個一定是同心面對所有的問題 三趴以內吳昌偉 可能還是提名侯友宜 國民黨總是會擔心說 那我現在差一點點去提名郭台銘 我發現安撫韓服的安撫什麼 很疼的啊 爸爸是很穩的 還很穩的 那整個 國民黨內照樣傳出 不見得提民調最高的可能性 前立委邱毅在臉書PO文 其實朱立倫早已決定徵召侯友宜 到時候只需拿出一份假民調就可以交差 郭台銘以為公平競爭 國民黨老鳥們提示再三 提未來劇情發展 買一下伏幣 呃宇昌老師聯合報公布一個民調 我是真的有點嚇一跳 什麼叫嚇一跳 欸 國民黨終於逆轉了民調 他說什麼東西 調查期間是2023年4月23號到4月26號 他裡面有誰呢 比如說侯友宜對賴清德對柯文哲 侯友宜29 賴清德27 柯文哲23 如果郭台銘的話 29 賴清德27 柯文哲22 藍綠PK的話 哇賽 贏賴清德17% 侯友宜42 賴清德35 郭台銘44 賴清德33 欸 每一個都贏 這是我到現在 唯一看到一份 敢在沙咖都跟一對一 做出國民黨都贏賴清德的民調 而且呢重點來喔 對於我們來說 如果最近有什麼大事情 我們就認了嘛 譬如說最近賴清德一直犯錯一直犯錯 侯友宜一直做對事做對事 可是沒有欸 所有政治氛圍現在都是侯友宜 一直犯錯一直犯錯一直犯錯 賴清德持贏保態 就竟然做出這種逆轉民調 所以有我們的製作團隊 就把過去聯合報的民調找出來 這聯合報的民調 這個民調是 2019年6月30號的民調 你看喔 那個時候做出來 欸 韓國瑜是26 柯文哲是30 喔不是 韓國瑜35 柯文哲是26 那蔡英文只有22 然後呢 如果是郭台銘的話 那時候 郭台銘是31 柯文哲是24 蔡英文只有19 欸 余曉老師 為什麼聯合報的民調 好像跟大家都有點落差啊 先看他下的飆 他說逆轉嘛 那就代表說之前都輸嘛 就第一個 第二屆是一次啊 證號很壞 破了梗嘛 逆轉要有事件 對啊 否則呢 我們看的是基本的趨勢跟結構 沒有發生重大的事件的話 那是莫名其妙天上飛來一筆 為什麼會造成民調的翻轉 而最近的事件是發生在民進黨嗎 沒有 最近的事件都發生在新北市 都發生在國民黨 而且呢 這幾天如果再做同樣民調的話 郭台銘啊 基本上我認為他會扣分 這民調帶風向意涵 第一個是什麼 如果是沙喀都的話 顯勝 但這數字都有呢 很有趣的密碼 哪有都29都27的 所有人都值得這一點嘛 哦 你說這個民調 除了帶風向之外 還在護航侯友宜 沒錯 就是說這一家媒體呢 都不想得罪啦 即便侯友宜爭議這麼大 也跟郭台銘打成平手 這叫做侯友宜耐打力很高啦 而且他特別做一題 藍營選民怎麼看 國民黨支持真刀誰 藍營選民51%認為支持侯友宜 就33%挺郭台銘 這如果你在細部看的話 40歲以下人挺郭台銘居多 50歲以上人挺侯友宜居多 為什麼年紀越大越保守嘛 保守就是喜歡安居樂業 結果呢支持侯友宜的人 沒有因為槍擊火災 這些事情受到影響 這有違常理 但是另外發生什麼 如果沒有殺嘎嘟 都問你啊 現在殺嘎嘟是贏一點點 那如果是呢 藍綠對決簡單來講 把柯文哲給排除掉 或是呢 另類的藍白盒完成整合的話 那麼只要是藍綠對決 哇 穩定的 到底算啊 贏到11% 贏到呢7% 而且你要想看 郭台銘在這種狀況之下 居然比啊 後宜贏賴清德還要多耶 我給大家參考看看 你認為這樣的民調 到底有沒有機構效益 有沒有選擇性的抽樣 不知道大家都很聰明 最後啊 最壞的還是製作單位 製作單位就壞了 4年前 翔七老十年的這一點 4年前 差不多這個時候 做的民調是什麼 看衰民進黨啊 不過因為那個時候啦 國民黨還沒有完完全全完成整合啦 那時候韓國瑜贏賴 贏蔡英文13% 這兩份民調都可以做出最有趣的對比是啊 這家媒體很不喜歡柯文哲 柯文哲就是來亂的啊 4年前也是你看 柯文哲是往下掉啊 不成這個沒有任何的影響 又往下掉的很明顯 不論是韓國瑜 不論是郭台銘 都能夠贏蔡英文 所以說呢 這份民調 或者這家公司的效益 我覺得啦幫他說個公道話 比較4年前跟比較4年後 民進黨那溫蘇威 國民黨